大家好,有粉丝让我分享效率工具 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本人在用的一些效率工具 本视频无广告,请放心使用 笔记类 老朋友都知道我爱Notion已经成为了重度用户 Notion是个数据库型的笔记软件 很适合用来做各种管理 任务管理,习惯打卡,学习资料管理 年计划,月计划,周计划 只要你想到的,Notion基本上都能实现 很全面 第二,Notion布局自由 它是以block的形式来切割页面的 所以你可以随意拖拽,组成你自己想要的效果 第三,这个软件对个人用户是完全免费的 它的缺点是 第一,网速慢,因为软件的服务器在国外 第二,只有英文版 对Notion的用法感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查看我晚期的视频 已经出完了一个系列 这是我专门用来写作的软件 因为Obsidian的界面非常的简单 打开它,你不会想做别的事 只有写作 它是一个神经网络式的笔记软件 它的逻辑有点类似于思维导图 不同的是,思维导图发散的是观点 而Obsidian发散的是文章 第二,通过文章双链 标题双链 引用展示 能够在一个零散的知识点上看到任何相关的发散思维 第三,文件可存本地 也可存在自己的云端 不吃网速 隐私安全 第四,不用登录 不用注册 下载就可以使用 第五,所有的文件都是以Markdown格式保存的 就算Obsidian跑路了 也可以在其他软件打开 第六,支持分屏 可以在一个界面上分出2、3、4个屏幕 很适合一边参考一边写作 第七,支持中文 它的缺点是 第一,因为和传统的笔制软件不同 所以有一定的学习门槛 第二,它的界面非常的简洁 极客 就是不花哨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过于枯燥 但对我来说算是优点 这是一个免费录音加语音转文字的软件 我有时候懒得打字 或者在外面就会用讯飞语记来记录我的灵感 最后再复制到其他的笔记软件中修改 它支持苹果安卓客户端 识别还挺准确的 作为辅助书写工具 对我来说是够用的 它的缺点是 如果使用免费版本 被阉割的功能还是挺多的 这是一款手写笔记软件 适合在iPad上使用 如果出门要带着本子和电脑会很不方便 所以我买了iPad 尝试在上面去写笔记和写我的灵感 体验非常好 各种颜色效果都很出色 可以满足我各种效果需求 做手帐也非常好看 免了很多买彩色笔和各种贴纸的钱 最后这个软件是收费的 接下来是任务管理 日程管理软件 通常我会用苹果日历来管理已经确定时间点的大事件 比如说重要的客户界面重要的会议出行提醒等 第二它能全平台同步手机电脑iPad 无论我打开哪个设备都能够迅速同步 界面简洁而且免费 第三它的提醒人性化可以设置各种提醒 比如说位置时间点还可以在日程里添加链接 第四它可以读取其他app的日程 比如说机票电影会议等可以一键加入日程 它的缺点是一定要苹果系统才能用 对于每个月都要坚持的习惯 或者是一些零散的任务 我都会用提醒事项 比如说我可以设置每个月还信用卡的日期 设置每月重复提醒 它就会在每个月准时提醒我 第二我还可以把要买的东西随手写进购物清单 想要做但还没有确定具体日期的事情写进任务盒子 想要去的地方想看的电影想看的书写进心愿单 第三它也支持全平台同步完全免费 可以设置各种提醒位置啊时间啊等等 也可以添加链接 它的缺点是第一只有苹果系统能用 第二对于已经做完的任务归类有些混乱 所以我后来还是用notion做具体的规划 因为我喜欢我的任务按天分类做完了也有一个记录 接下来是思维导图梳理工具 这个网站我主要用来画流程图 用来梳理思路 它是一个云端保存的 因为我设备比较多 所以我选工具一般都会首选云端的 Process里也可以画脑图 可以插入图片 符号 注释等 它的优点是稳定性好 大型的流程图 脑图也不会有卡顿 能够快速保存 分支不会错乱 它的缺点是用免费版本画图会有数量限制 除了在线的 我还会用Xman的来整理思维 这是一个客户端 至于为什么 原因是我用了它已经好多年了 已经习惯了 比如说我有个复杂的事情想不清楚 或者是即将要写的文章大竿 我都会不自觉的打开它 思维导图的优势是 能够快速的搜索定位到你需要的信息 能够快速的收起展开你的各种观点 让你既能总览全局 又能看到细节 它的缺点是不适合用来编写大端文字 接下来是素材修图工具 因为我的工作偶尔需要收集素材 所以我会找一些设计网站 这个网站的素材很不错 我的大部分图片都是在这上面找的 它的优点是免费 图片高大上 有各种分类可以选择 图片的质量也很高 非常的清晰 它的缺点是 这是一个国外的网站 打开速度会慢一点 做封面 修图 我都是用环游相机做的 这是一个手机APP 可以给图片添加各种滤镜 字体 背景等 这个软件有免费版 有付费版 我使用的是免费版本 我觉得对于免费用户来说 素材也很多 对我来说是够用的 接下来是文档协作 现在的工作都离不开文档 因为我的设备比较多 所以我还是首选云端的 并且在线文档还有个好处 就是不用保存文件 不至于一个文件改来改去 发来发去有很多版本 有时候需要同事看的东西 直接写完了 丢个链接过去 它就可以看 也可以在上面改 非常方便 关于文档协作的网站 其实也有很多 我没有深入研究过 我自己用的是腾讯文档 因为我很讨厌注册 用微信登录就很方便 这个网站是免费的 可以协作文档和表格 最后是一个冥想软件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新的宝藏软件 为什么叫它效率软件呢 因为它能够轻昏我的大脑垃圾 让我重新焕发活力 更高效的工作 第二 它是一个剧眠神器 里面有很多引导冥想的教程 老师的声音都非常的好听 非常的催眠 第三 他的可用场景多 大分类有睡眠 冥想 音乐等 小分类有睡眠故事 纯音乐 冥想教程 电台 儿童故事 白噪音等等 非常的全面 第四 界面美观 场景都是实拍的动图 打开就有一种 回到了大自然的感觉 他的缺点是 费用还挺高的 一年400家 第二 这是一个全英文版的软件 第三 加载慢 文件大 最好在有WiFi的地方使用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觉得有用的话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哦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